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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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大家吃便當的時間 那今天 帶大家來看的這一家是 台中 幾乎是已經算頂天的滷排骨飯 一份排骨飯要 120 而且它只賣中午 然後我相信所有老台中聽到我講這個 就知道 我要說是哪家店了 沒有錯 就是這一家 阿張飯蛋 這間我也忘記 我有沒有拍過影片介紹給大家 反正今天就突然想吃 然後就到它那邊去買一下 剛好中午 說實話我11點多去的時候 已經 一大堆人在排隊了 他們家就是每天就是限量賣完為止 這樣 然後這一次去發現它的那個 價格應該有調整過 然後今天就帶了一個這個是 筍肝排骨湯 這個50塊 然後還有一個 排骨便當 它雖然說他們家的單價現在是不低的 可是 坦白說 它的便當滿大的 對 就是整個便當就是 扎扎實實的 很重 這應該 都有500公克以上 甚至 我覺得感覺像1公斤的感覺 等一下我趁趁看就知道了 這個便當的重量是628克 大概一斤重 就一台斤重 算是非常扎實的便當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 拆解這個便當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這個便當 這個扎扎實實的便當 來我再測試給大家看 嘿 來這個是 打開 來 有沒有看到沒有 626克 627克 28克 很重 這相當於一個便當 就 一斤一台斤重 我們來開它吧 然後再介紹就是說 他們現在只開 10點到下午2點 然後早上8點可以 10分可以訂購這樣 禮拜一 到禮拜六都沒有休息 不過這個 這個 這個時間有改喔 我剛剛到店裡面去看 好像修 好像是修其他天啦 一個禮拜好像修了兩天 我查到資料 再補充給大家 開設便當啊 那它的便當特色就是 有一塊很大的 排骨 它這塊排骨 這個跟其他家比起來 坦白說它家的排骨真的很大塊 大家看 這個排骨真的很大 大家看 這排骨有多大咧 我拿筷子個比給大家看 你看這衛生筷 然後它也是有相當厚度的 它這排骨是有厚度的 有沒有看到 這是有厚度的 所以說真的啦 如果光這一塊排骨的話 其實 這便當也 這個價位也是都還好 因為肉真的很大一塊 肉真的很大一塊 那我就放旁邊 那它配菜就很簡單 就是 就是有那個 梅乾菜 跟 筍乾 然後 飯就是會淋上 他們家的滷汁這樣 這是很古早味 非常古早味的 飯 那再來看它的湯 這個是 筍乾排骨湯 50塊 之前應該40吧 那又漲價了 然後它就是很簡單 就是筍乾跟排骨 我總覺得好像變小碗了 是我的錯覺 那裡面的料是還蠻多的 筍乾 然後排骨 排骨 排骨也是有蠻多塊的 OK 那這就是燉糖 那這個湯的味道 就 還算蠻濃郁的 因為它就是 在蒸鍋裡面蒸 吃便當 那剛剛的排骨 排骨 有給大家看 如果沒有什麼概念的話 我再用我的臉跟它比一下 好 把它碎了 我想要把它拉起來 可是 好吧 那我們就知道了 就直接看這個排骨 因為它已經碎了 它是炸過之後再去滷 它滷得非常的軟 然後讓它看它有相當的厚度 好 那這個排骨 那這個 這個乳排幾乎是入口計畫 就是 也不太用到牙齒咬 它肉都已經爛了 那基本上吃這樣 一塊排骨應該就薄了 筍乾 來筍乾 一塊 這家的那個 便當是屬於比較 濕潤 然後 它的口味比較重 就是很 非常非常勾搭味 那一種 重口味都勾搭味 這個是 美甘菜 那它的飯 好看喔 因為它飯會營上台灣的乳汁 所以 雖然說 它是有點硬度啦 但是因為有乳汁 所以它整個是 濕濕潤潤的 它滿滑口的 就是 入口 不會不舒服 它乳汁就老乳 非常的香 對不對 再喝湯 筍乾排骨湯 這很純粹就是 筍乾跟排骨而已 那它的筍乾也 燉的 很爛 吃起來不會硬硬的 它通常就是一餐啊 就是 一個便當 加一個燉湯 那它分量還滿大的 所以其實還滿薄的 那 目前那個排骨 排骨便當是 一個是120 然後它店裡面還有礦肉跟紅糟 然後 其實 老台中都知道 過去它還有鴨腿飯 那個超級好吃 可是 因為可能是太麻煩 還是成本太高 我們家就不賣了 那今天就是 跟大家介紹這個 台中 非常非常有名的 阿章飯蛋 它只賣中午 在很早很早以前 它是 晚上也有賣 自從辦到限制之後 它們就只賣中午 這樣 那今天的便當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 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美味美食情報 便當資訊 部落節 好 那我們就今天到這裡為止囉 再見 拜拜